你好 大家好 我叫郑贵贵 今年26岁 26岁 对 来自河南省贺币市训县的一个 农村的普通的一个家庭 不瞒您说 我们这个跨时代战士这个节目 也好久都没有来到 如此高颜值的女孩了 谢谢 代表我本人 欢迎你 谢谢 那您这次来到我们天津威士 跨时代战士这个节目的 这个任务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我来的一个目标 或者说我的一个梦想 是想通过我自己的经历 来告诉和我一样热爱钢琴 和有类似和我一样情况的人 不放弃 人生就会有无限可能 不好意思 我是刚注意到您的右手 没有关系 这个是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出生的时候 其实对于父母来说的话 孩子的诞生肯定都是很开心的 对 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两个姐姐了 所以我出生之后也很平常 然后我记得我出生三天之后 我爸妈才知道我的手是这个样子 当时我妈还是挺担心的 就觉得这个孩子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将来怎么办呀 生活当中他该怎么办呀 是 就会有很多担心 是 但是我爸很有智慧 我爸就安慰我妈 跟我妈说 既然他是这个样子 自然有他的原因 你不用过多地去担心 问题来了就面对他 对 面对之后解决他 对 那这是爸妈的立场 就是当你比如说 这个懂事之后 你发现自己的右手 怎么跟别的小朋友 好像不太一样的时候 你又没有觉得 老天爷好像对我不是特别公平 我觉得也还好吧 虽然在这一路走过来 有一些些坎坷吧 其实我还是挺感恩我的爸妈的 我觉得我来就是为了报复我恩的 就我爸的朋友就劝我爸说 既然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并不多一个女儿 就说要不就把他丢弃 就是自生自灭吧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爸当时就跟他这个朋友说 我不会放弃他 我一定要把他养大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证明 我爸当初把我留下来是正确的 哇 好懂事的女孩 她觉得父母对她所有的一切 她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需要报答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值得所有的儿女去学习的一点 你不觉得是上天对你的不公平 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女孩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呀 我记得啊 就是日本有一个著名的企业家 叫斋腾一人 他说我们云云众生啊 每一天辛苦工作 学习 其实都是在追求幸福这件事情 幸福不是终点 在他看来幸福是起点 我觉得在贵贵身上 我就看到了这一点 特别感谢贵贵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再次回归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 您是来追求并挑战自己的梦想 您那么想刚才也说到 是跟钢琴有关系 这个我就脑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像哥哥这种啊 就是五大三粗啊 四肢发达的这样的人啊 就是我想练钢琴 我都觉得挺难的 那你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手 你是要挑战钢琴的项目 对 你之前练过这个钢琴吗 练过 其实说到钢琴啊 我觉得还是很感恩我爸 就是因为兄弟姐妹多嘛 五个 所以对我父母来说 过我们上学已经很难了 对 所以 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打算继续上学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爸知道之后 我爸直接给我选了一个优势专业 也是因为这个优势专业 我才开始学到了钢琴 其实在刚开始学钢琴的时候 对我来说 可能最难的就是一个速度问题 速度 对 因为钢琴大家也都知道 曲子不可能只有单旋律 而我的右手只能弹单旋律 所以遇到双音啊 和弦啊 我是谈不了的 还是一个自我突破的一个过程 对 我了解了